大家好,如果要问现在的世界局势是更加的和平发展了,还是更加的分裂好斗了,想必各位都能够很清楚的给出结果,那就是相对于特朗普政府以及目前拜登政府之前的世界局势,整体呢,现在的世界即便不是天下大乱,也肯定是纷争四起,很难再用过去的和平与发展来作为当今世界局势的总结词。 最近G20峰会的激烈争吵,以及最后呢,毫无共识,未能发表联合声明,以及美俄双方的印钢互怼,都一再的展现了当前全球局势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然,作为东道主的印度,也是相当的郁闷,无论是印度的总理莫迪,还是印度的外长苏洁生,他们的讲话都难以掩饰对印度主办G20外长高峰会,最终搞成了一场闹剧的遗憾,甚至是不满。 当然,这个作为最重要玩家的之一的中国,在峰会期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了十场外长的高峰会晤。 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成果呢,还是很显著的。 今天,我们就来针对G20峰会的方方面面,与当前的全球局势,来和大家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3月2日的晚间,20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落幕。 印度的外长苏洁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因为各方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本次会议不能够发表联合声明。 当天所举行的闭门会议,再次被俄乌冲突问题所主导。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外长们和俄罗斯的外长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美国西方要求G20施压俄罗斯结束俄乌战争,而俄方则是指责西方国家将G20议程变成了一场闹剧。 加上最近所举行的G20财长会议,印度接连两次G20主席国之后,两次举办的一个是财产会议,一个是外交部长会议。 应该说,两次的部长级会议都没有能够发表任何的联合声明,这让印度方面感到相当的沮丧,甚至是有些尴尬。 而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二日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秦刚外长呼吁二十国集团应该要负起责任,要体现出担当与合作。 印度的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斯瓦兰·辛格告诉媒体, G20应该继续聚焦,确保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初衷,要关注迫在眉睫的各种全球性危机。 G20外长会议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声明,只会进一步的削弱G20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论坛的潜力。 显然,印度方面对于这个结果是相当的失望,对于美西方与俄外长在会议上爆发了口水战。 我们看到在2号的上午,印度总理莫迪通过了视频在G20外长会议上发表致词,他特别指出, 这一次的会议是在全球分歧严重的时刻举行,对于如何应对这些分歧,那么各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但是呢,各方不应该让无法解决的问题来阻碍应该去解决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话呢,说起来比较绕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求同存异,在共同应该且能够解决的问题上,大家要达成一些共识。 在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呢,要进一步的沟通,而不应该啊,让这个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挡住前进的道路。 那么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呢,其实各方对那些啊,这个全球现如今的热点的问题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然,这是代表主席,主办方印度方面,他的总理莫迪先生的说法。 莫迪还表示,多边主义目前正在经历危机,最近几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流行,包括恐怖主义以及战争,都清楚地表明,全球治理呢,已经失败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指出,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外长所参加的这一次会议,而莫迪呢,罕见地用英语发表了讲话,也表明了,莫迪先生希望他的信息能够得到认真的对待。 那么,英国媒体的报道指出,从莫迪的讲话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印度是非常希望利用这一次他担任G20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来达成推动印度在全球雄心,并且呢,希望能够帮助全球的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能够达成一些协议。 但是呢,现在的G20的这个组织,在他的整个内部,在乌克兰这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各方的分歧实在是太大,所以说,现如今难以拟合的这个分歧呢,正在考验着印度的外交。 虽然各方啊,这个外交部长们坐在一个华丽的大厅里,他们的座位呢,是按照顺序啊,排排坐,但是在会议当中呢,实际上出现了唇枪舌战,激烈的交锋。 印度的连线杂志网站啊,也发表了评论指出,布林肯和拉夫罗夫坐在同一排,但之间隔了五个席位,而外交部长们的发言,不对媒体开放。 那根据外界啊,所了解到的信息呢,实际上就是整个场面相当的火爆。 而根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七国集团成员同意不在拉夫罗夫发言时退场,但他们坚持不在会议结束时与拉夫罗夫一起拍摄全家福。 美国及其门友在G20会议上,与俄罗斯进行的这一个口水战,那么路透社呢,也给予关注。 在欧美敦促G20继续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情上面呢,实际上美国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 布林肯在会上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损害了这一次会议,也就是说,布林肯正在把这一次会议最终可能失败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责任啊,甩锅给俄罗斯方面。 显然俄罗斯方面呢,也是不可能啊,直接呢,就是说啊,来这个认同美国方面的看法。 美方的这个立场呢,当然会得到他的那些包括五眼联盟国家,包括极其国家,北约国家的啊,这个认同,或者是响应。 包括像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会上就指责俄罗斯称,啊,现在的G20成员国家,那么阻止了其他19个成员啊,所有的努力,也就是说呢,把这个问题呢,还是聚焦在俄罗斯身上。 法国的外长要求俄罗斯重返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根据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在发言当中啊,也是呢,直接的回击,指出西方不知羞耻的埋葬了联合国秘书长所提出的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为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制造障碍。 他又指出,现在呢,某些西方国家代表团一系列不恰当的行为,那么俄罗斯方面希望向轮值主席国印度和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道歉。 显然呢,俄罗斯方面的这一做法,特别是拉夫罗夫先生所谓的道歉呢,是在恶心这些西方国家,也就是说,是他们把欧冲突搬到了这样的议程之上,使得所有的南方国家共同关心的什么减贫问题啊,发展问题啊,这个饥饿问题啊,难以得到。 拉夫罗夫又指出,某些西方代表团,抑郁将其自身经济政策失败,归咎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将二十国集团的议程变成了一场闹剧。 反正呢,就是吵架,对吧?那么各方呢,是各执己见,啊,那么相互抨击,啊,也就是说,既然吵架,就没有什么好话可说。 而根据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2号的报道,拉夫罗夫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西方试图将乌克兰问题摆在首位, 造成G20外长会这个会议没有能够就最终的文件达成一致。 而关于联合声明的讨论,在几个问题上呢,其实都陷入了僵局,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方面所坚持,将要求彻查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洲的北溪管道被炸事件要写入声明。 当然,这也得到了G2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法新社的报道就指出,拉夫罗夫指责西方国家不再考虑外交,他们只是在勒索或是威胁其他人,那么这个指控也是相当的严厉。 在会议之后,一位不具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对多家媒体放分指出,布林肯和拉夫罗夫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不到10分钟的简短交谈,美方重申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被认为是俄乌冲突去年2月份爆发以来,美俄官员的最高级别的一对一的单独接触。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一会面令人感到意外,布林肯在前一天还说呢,这个没有计划在新德里与俄罗斯外党之间进行会晤。 而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扎哈罗瓦,他的这个回应呢,则是相当的直接,他特别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求与俄方接触,而拉夫罗夫当天与他走着进行了交谈。 但没有正式的交谈,也就是说,看起来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意思是,是布林肯找着拉夫罗夫要来谈事情,而俄罗斯方面呢,似乎有些不情不悦。 但不管怎样,各方先把姿态摆得呢,相当的高。 而中国方面,秦刚外长则是呼吁G20要负起责任。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消息,外交部长秦刚在出席这一次的会议期间表示, 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二十国集团应该要负起责任,要体现出担当与合作,为促进全球发展, 这个繁荣要做出贡献,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要坚持平等对话,协商一致的合作的原则, 不能够搞强权政治,甚至搞阵营对抗, 要推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反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和脱钩锻炼,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 更加有韧性的全球的发展。 在会议期间,清刚外长还会晤了印度外长, 俄罗斯外长,德国外长,澳大利亚外长, 巴西外长等等,多国的外交部长。 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一次的会晤期间, 当然除了对这个针纷相对,针对俄罗斯之外呢, 他也针对中国发表了一些说法,当然是指责中国。 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他在一号的时候, 对中国所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欧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 提出质疑。 那么布林肯特别指出,中方不能够脚踩两条船, 认为中方是对外树立自身维护和平的形象, 一边又以各种方式火上浇油。 当然,这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指控, 可以说是对中国的抹黑造谣。 路透社的报道谈到了美国现如今对所谓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军事援助等等来针对中国, 也就是说,硬要来抹黑中国, 要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 然后再去拉拢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欧洲的国家, 然后针对中国, 这是美国方面所做的盘算。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的回应也是非常的直接, 他特别指出, 美国一直向乌克兰战场输送致命性武器, 还四处煽风点火, 那么散布各种的虚假消息, 中国对这样的情况是坚决反对。 美国声称要尊重领土主权, 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是走边缘概念, 搞突破违背自身的政治承诺,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先进武器, 美国嘴上说的好听要和平, 但是在世界各地却发动战争, 煽动对抗, 美国强调要尊重和维护国际秩序, 但是却大搞非法的单边制裁, 将美国国内法淋加于国际法之上, 美国说着要公平的竞争, 却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的企业, 践踏国际贸易的规则, 美国应当做的是反省, 要停止混淆视听, 信口开河, 美国不应该以己读人, 确实承担起美国自己的责任, 要做推动局势缓和, 劝和促谈的事情, 而不是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不断的说三道四, 污蔑抹黑。 毛尼发言人特别针对美国方面抹黑中国, 什么给俄罗斯提供致命级武器, 这一说法呢, 做出了上述这些直接的回应, 而根据塔斯社的报道呢, 在这一次吉他林外长会议上, 那么俄罗斯外长的拉夫罗夫, 特别举行拒绝会, 谈到了西方国家, 试图在当前局势之下, 对中国进行威胁, 这个不禁令人怀疑, 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是否已经失去了理智, 看到上面这些场景, 大格局呢,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根本就不是来开会的, 他们跑到印度去, 分明呢, 就是来搅局的, 这也难怪印度方面, 作为主办方会感到相当的沮丧, 在当天晚间呢, 那么印度政府发布的主席国总结和成果文件, 总结了这一次外长会议的内容, 而且指出了各方的分歧, 印度外长苏杰森在会后告诉记者, 各方在关于欧冲突的措辞上, 存在明显的分歧, 而且呢, 根本就是无法调和, 不过与会各国在大部分的问题上呢, 也达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 比如加强多边主义, 促进粮食和能源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 反恐等等这些议题,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实际上是这一次的这个挤占了, 吉尔林应该关注的各种议题, 那么这种这样的一种现状呢, 让原本把各种事项, 特别是南方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排上一时日程的印度作为主席国呢, 感到相当的不舒服, 法新社的报道就指出, 印度本来是希望利用今年作为东道主的机会, 重点关注减轻贫困和气候融资等等这些问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指出, 吉尔林会议可以说是印度今年最著名的活动, 在国内进行了大力的宣传, 那么应由莫迪投向的庞大的广告牌遍布印度全国, 印度以其平衡关系的能力而自豪, 美国和平研究所南亚问题高级顾问马基特别表示, 虽然印度领导人希望能够结束俄乌冲突, 以维护新德里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 但是印度对于俄夫、俄乌双方没有任何特别的影响力, 来促使双方能够达成和解。 分析人士表示, 虽然印度对于结果感到失望, 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虽然印度主办的吉尔林外长会议一役, 那么草草的收场, 留下的总体印象成了美俄的互喷口水, 但是这一次呢, 中国的整个的外交的安排来说呢, 还是有自己的节奏和成果的, 在一天之内, 秦刚外长接连会见了十国的外长, 当然不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而中国在陆续发出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以及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之后呢, 又继续履行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努力与各方一道, 为应对当前的全球性挑战, 建言宪策。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外交展现出了大动作, 在一天之内,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接连会见了德国、 法国、印度、俄罗斯等十国的外长。 外交部长秦刚在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会议期间, 会见法国外长科隆纳。 在会谈期间, 中法两方就中法关系以及乌克兰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沟通, 对于中法双边关系的延伸, 双方也都做出了积极的展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多次希望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终于下定决心, 定好了访问中国的大致日程, 他将于4月初来开启访华之旅。 而这一次中法外长的见面, 显然是为接下来中法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建立了更为融洽的氛围, 进而为中法战略合作赋予新的动能。 此外呢, 在法国方面看来,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方所提出的立场文件是积极赞赏的, 法方期盼中方能够为俄乌早日走向止战促和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此呢, 中国外长秦刚也直言不讳地指出, 有关方面应该认真反思乌克兰危机的深刻教训, 坚持和谈正确方向, 真正构建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显然这是在有意劝欧洲的各个国家, 一味地在俄乌背后拱火, 不仅制造了大量的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灾难, 也对欧洲的安全可以说是毫无益处, 安全框架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之上, 那么战争呢只能够让各种情况更加的糟糕。 在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会谈当中, 秦刚外长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告诫德方, 要对政治解决俄乌冲突重视起来, 并向德方指明了火上浇油等等行为是不可取的, 当然除了劝解在欧背后拱火的西方国家之外, 秦刚也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了中方对于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积极地推动相关方要朝着结束欧战争的方向来前进。 不得不说, 虽然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刻不容缓, 但是现阶段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全球挑战所带来的危机也是迫在眉睫。 作为这一次两场国际会议的主办方, 印度方面呢当然也是相当的无奈, 美国方面带头跑题, 用俄乌问题来挤占了G20应该关注的其他重要的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秦刚不仅与印度的外长苏杰森讨论了中印关系发展的问题, 也及时对印度方面给予了充足的支持。 毫无疑问, 践行多边发展, 合作共赢是中方的一贯主张。 在与澳大利亚、荷兰、巴西、沙特、西班牙五国外长的会谈当中, 秦刚外长也向各方外长再次阐述了中方的发展理念。 当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反弹, 以及市场活力的不断的凸显。 那么拥抱中国市场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抉择。 然而, 这里面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发生。 为了配合美方所谓印太战略的实施,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加拿大, 不仅发布了自己版本的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 无端的来指责中国, 肆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还多次对中国大放厥词, 挑衅中方。 对此, 中方显然也有必要 对加拿大方面进行当面的规劝。 据悉, 秦刚外长就所谓的中方干涉加拿大大选的事情, 着重地向加拿大的外长乔丽发出了严正的声明, 所谓中国对加拿大干涉行为完全是 所谓是子虚无有无稽之谈, 中方坚决的反对, 不可否认的是, 倘若加拿大方面一意孤行, 那么中方的反制也将会如期而至, 最终加方必然是自食其果。 除了与上述十个国家的外长进行会谈, 秦刚外长也在G20外长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得到了多国的积极评价。 那么总体来说, 秦刚外长在G20的首秀应该说是起手不凡。 说到这里, 有人就会问了, 那个在背后捣乱的美国呢? 实际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G20外长会议前, 就对外放话指出, 他不想和中方会谈。 外界有分析指出, 美方不想在与中国方面单独见面, 也折射出了美国方面可谓是做贼心虚的这种心理。 首先, 布林肯此前以所谓中国飞艇事件为理由, 推迟访问中国。 在中方并没有公布其访华信息的情况下, 这种拙劣的政治闹剧让其颜面无光。 其次, 布林肯近期多次对中国发表错误言论, 不仅捏造中国计划对俄罗斯军援的虚假消息, 还妄言中国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 遭到了中方的强烈反对。 而这一次, 如果布林肯自己又主动跑来, 与秦刚外长面对面交流, 那岂不是成了自讨苦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双方这次没有进行会晤, 我想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